也提出來 就是今天我們所真的 不是丁首州個人選舉的成敗 而是在這場選舉裡面 全台灣只有台北市這個選區 有在操作企忙 有在操作企忙 有綠白的合作 那也讓四點鐘之後 一邊在開票 一邊又在投票 而同時我們又了解到 警察在所有的動線 那麼多排隊的動線裡面 根本沒有辦法有效的管制 很多人跟我們講 那時候什麼時候來 是不是四點鐘之後 四點鐘之前 根本都很難計算 那都存在這種混濫的現象 連外國媒體都有報導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要真的是一個 選舉制度的公平性 因為在台北操作企忙的 唯一的選區裡面 應手中成為唯一的受害者 那我今天不是這我個人的 選舉承擔 我今天真的是 這種選舉制度的不公平性 我們是不是應該用法律來解決 昨天晚上所有的支持者到現在 其實還有很多人在質疑 這整個開票的過程是大有問題的 特別是怎麼會邊開票邊投票 這個連日本的媒體都點出來 這個是在全世界很少看到的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邊開票邊投票 而今天 今天 定所公共事長候選人 所提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訴訟 其實就是要建構 台灣整個選舉制度的公平性 台灣的民主法制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建立在公平的制度之上 但是昨天整個台北市選舉他的開票結果邊開票邊投票這樣的一個亂象已經嚴重的違法而且影響整個選舉結果 所以不是只有丁守中市長候選人的問題 這個制度如果沒有透過司法訴訟的釐清 將來會有其他的候選人也遇到同樣的問題遭遇到不公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提起訴訟是對於台灣的選舉公平制度上來講非常的具有意義的 我們的市民朋友大家好 那剛剛幾位大律師都已經強調了我們要提起的法律訴訟的程序 那針對呢網路上有一則這個贊負的一個問題 他們一直在質問我們 你們台北市如果提起選舉無效之訴 那請問台中高雄新北 那是不是也可以提起相同的訴訟呢 你們是不是把共產黨其他縣市一起拉進來呢 要跟各位報告站在法律的觀點這些言論這些訴訟是不會發生的 為什麼跟各位報告一下公職員選舉辦理法118條他所規定的選舉無效之訴 他的過程要件必須是辦理選舉過程違法 而且這個違法是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而剛剛 民事長一而再再三個跟各位強調 包括了七保效應 包括了老人家可能因此就不去投票等等 這些都是台北 都是新北、台中、高雄 他們沒有看到的七保效應的情形 所以我們提起這樣子的訴訟 也就是選舉無效之訴 絕對不會影響到其他現實的情形 而且我們也呼籲其他的政黨 要對自己的選舉要負責要有所解釋 不能把單一的個案無限的去解釋它 變成自己翻盤的工具 以上 大概有1500個投開票所 我們假設每個投開票所 有大概20位左右的老人家 因為昨天不耐久後 最後沒有辦法完成投票的行為 那麼1500個投開票所 一來一回就是3萬票 那我們也知道老人家的話 我們也知道我們支持率率比較高的 雙方大概是六四開 所以三萬票 六四開這樣一差差兩成就是六千票 昨晚的差距只有三千多票 好 那所以其實就足以影響選舉的結果 好 那麼實際上呢 整個中選會這次選舉上面 安排失當 好 真正造成影響結果的呢 也就只有台北市 用公投網大選 因為公投網大選 因為公投網大選 就造成了很多 不必要的 永長的時間 也影響到很多投票 人的意願 例如我們在 我們的投開票所 曾經看到 將近有十來位的年級長度 但是他沒辦法去戴下去 就這樣離開了 那我們不要講說 別的投開票所 是不是有類似的狀況 像這種就影響到投票的意願 這種行為 是不是會影響到 選舉的結果 請各位說 是吧 第二個問題 我們所規定的 當初 我在中選會 巡迴監察員 的責任之下 就是要請 警示各取投開票所 在四點鐘 截止 就不能有人再去投票 可是我們反觀 台北市這一次的 中選會 跟台北市選委會的作為 四點鐘之後 仍然有人 前往去投票 那我們怎麼證明 說他是不是在四點鐘之前 就排隊的 或四點鐘之前 之後走排隊的 這會令人產生的困擾 所以我們才有規定 四點鐘截止 就不能再去投票 再來一個問題 就是在投開票所 投票完畢以後 就要封閉票櫃 馬上就變成為 開票場所 那我所看到有些地方 一邊開票 一邊投票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 投票人的意願 這也是會影響到 選舉結果 因此 我們律師團 經過丁委員的研究 我們確定 向法院提起 選舉無效之中 禮拜一 我們會交 歐德基 嘲諷票會 作為 未來選舉 無效速度的 一個途徑 我們會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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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